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线上的旗帜随风飘荡的速度始终没变 是的 没错 这是实打实的正常速度实派 看完这画面 小编满脑子都是星际跃迁的即时感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使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解 聚焦赌家 中国资讯 点赞 订阅加小铃铛 带牛不一样的视角 读懂中国故事 不管是电子弹射还是蒸汽弹射 都要面对一个绕不开的麻烦 弹射时 滑块得拖着几十吨的舰载机 加速到起飞速度 等飞机脱离轨道冲上蓝天 这个工程 滑块可不能跟着飞出去 要知道 滑块本身重量就有好几吨 再加上200公里的时速 携带的动能堪比一辆高速行驶的重型卡车 要是处理不好 后果不堪设想 有人可能会说 简单啊 在轨道末端 装个后挡板不就行了 这想法纯属纸上弹兵 这么大的动能 硬碰硬撞击的话 一次可能就把弹射轨道撞变形 长期下来更是会造成不可逆的结构损伤 甚至可能让滑块失控叛逃 反而变成安全隐患 所以所有弹射器都必须配一套专业刹车系统 缓冲装置 但这缓冲装置可不是普通的橡胶垫或弹簧 得能稳稳吸收滑块的巨大动能 既要刹得快 又要刹得稳 不能对系统造成二次伤害 这就好比给高速行驶的火车刹车 普通刹车片根本扛不住 得用专门的制动技术 在电磁弹射出现前 蒸汽弹射是航母的主流选择 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用的就是这套系统 它的缓冲装置叫水阻泥器 说白了就是个装满水的高压罐子 藏在轨道末端 而福建建走的是科技流路线 核心原理是高中物理必修的楞次定律 楞次定律的核心是 感应电流的磁场总会阻碍 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变化 听起来像天书 没关系 老师总结的口诀更好奇 增反减通 来具去流 增缩减阔 而福建建瞬间杀停的关键 就是来具去流这四个字 简单拆解一下 当铝铜这类导电材料快速靠近强磁场时 会切割磁感线产生感应电流 这个感应电流自己会形成一个新的磁场 而且这个新磁场的方向 刚好和原来的强磁场相反 这就是增反 目的是阻碍导体和原磁场靠近 也就是来具 这种阻碍相对动力的力就叫电磁阻尼 更妙的是电磁阻尼的力度和相对速度成正比 滑块速度越快 产生的阻力越大 刚好能精准匹配弹射滑块的高速需求 等滑块速度慢下来 阻力也会跟着减效 不会出现猛踩刹车导致的冲击 其实电磁阻尼这东西 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只是你没把它和航母联系起来 最典型的就是过山车 你坐过山车时最后那段平稳刹车 其实就和福建建滑块的制动原理一模一样 当然原理相同可不代表东西就是一个东西 福建建的电磁弹射滑块 采用高导电率的铝铜合金 轨道末端布置了多组高性能电磁铁 形成强磁场区域 当滑块高速冲入电磁区 电磁阻尼会瞬间启动 在短短数米内完成减速 最后再靠辅助机械装置 让滑块完全停稳 这就是视频里滑块瞬间杀停后 又轻微滑动的原因 更厉害的是 这套电磁制动系统还能灵活适配不同场景 电磁弹射的一大优势 就是能兼容200公斤到35吨的各类飞行器 从轻型无人机到重型预警机都能弹射 对应的滑块的负载和残余动能也会不同 而电磁阻尼可以通过调整磁场强度 精准匹配不同的制动需求 既能让重型战机的滑块平稳减速 也能让轻型无人机的滑块不被过度制动损伤 相比之下 美国蒸汽弹射的水阻泥器就显得很僵化 制动力度固定 没法适配不同重量的战机 这也是电磁弹射全面领先的原因之一 说白了 福建建电磁弹射的瞬间杀停 没有复杂的机械结构 也没有高深的黑科技 本质就是把中学物理的楞次定律用到了极致 但正是这种把基础原理玩到顶尖的能力 才体现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 看似简单的一个刹车动作 背后是材料 电磁 控制等多领域技术的系统发力 聊完刹车原理 我们再说说弹射器本身 西方国家的航母起降技术 是从华越起飞慢慢过渡到蒸汽弹射 再到现在的电磁弹射 而中国直接跳过蒸汽弹射 从华越时一步迈入电磁弹射时代 妥妥的弯道超车 这一切必须感谢中国电磁弹射之父 马伟明院士团队的攻坚克难 要知道航母的开创者英国 最新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还在用老式华越甲板 曾经的日不落地国在航母技术上 已经被咱们源源甩开了 目前全球掌握电磁弹射技术的 只有中美两国 拥有电磁弹射军舰的也只有四艘 美国的福特号 尚未正式交付的肯尼迪号 以及中国的福建舰和两栖攻击舰四川舰 那么问题来了 电磁弹射真的比蒸汽弹射强吗 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又有多大 电磁弹射系统主要有两根固定导轨和一个牵引杆 组成 导轨里装着电磁线圈 充电时 线圈会产生巨大的电磁力 飞机沿轨道高速前进 能让舰载机满油满载起飞 大大提升出动效率 它的核心优势是可控 可以根据飞机的重量调整电磁力 不管是轻型无人机还是重型战斗机 都能精准适配 而且相应速度快 准备时间短 蒸汽弹射的原理 刚才小编也说了 就是烧开水 以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为例 核反应对烧开水产生大量水蒸汽 储存在高压气罐里 飞机要起飞时 打开气罐阀门 高压蒸汽瞬间释放 推动弹射器滑块前进 把几十吨的战机扔上天 这种方式看似粗暴有效 但问题一大堆 首先是浪费严重 产生的蒸汽大部分会流失 能量利用率很低 其次是调节困难 只能靠控制蒸汽压力 来调整弹射力度 精准度差 轻型飞机很容易被弹坏 而蒸汽弹射最让人崩溃的地方 就是后续的清理工作 蒸汽会和润滑油混合凝结 导致弹射轨道生锈 积污 时间长了就会影响运行 甚至引发弹射失败 飞机坠毁的事故 一般来说 蒸汽弹射使用200多次后 就必须大面积清洗 而且清洗方式极其原始 不能用化学驱污剂 也不能用水冲 只能靠人工用抹布一点点擦 轨道里全是油污 锈剂的混合物 脏得让人头皮发麻 比普通人清洗 抽油烟机管道难多了 为了干这个活 美国航母的甲板维护人员 常年保持在200人以上 1991年海湾战争时 尼米兹级航母为了保持出动率 一次清洗弹射器就动用了800多人 更要命的是弹射器套筒 长达50多米 维护人员得钻进去 待将近30个小时 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高温潮湿的环境简直像地狱 这可是维护人员的真实吐槽 更讽刺的是 美国唯一一家生产蒸汽弹射设备的厂家 已经破产清算 现在全球唯一能造蒸汽弹射器的国家 是中国 但咱们根本不信于用这项技术 毕竟电磁弹射相多了 目前电磁弹射的核心难题 是如何应对瞬间的巨量电力需求 福建建一次弹射 大约需要34度电 电费才十几块钱 但瞬间释放的能量超过100兆焦二 相当于24公斤天梯的威力 这么大的电能 就算是核动力航母 也没法实施供给 所以储能技术就成了关键 美国福特号作为全球首款电磁弹射航母 用的是飞轮储能技术 简单说就是靠一个高速旋转的飞轮储存能量 每次储能需要40到45秒 但飞轮对安装环境要求极高 必须放在完全平整的地方 这导致福特号的电磁弹射系统 比蒸汽弹射重了400多吨 完全背离了电磁弹射轻便的初衷 更麻烦的是 飞轮是机械结构 每分钟数万转的高速旋转 很容易产生金属疲劳 平均200多次弹射就会出一次故障 美国官方测试数据显示 单台飞轮的平均无故障 时间不足500小时 而航母全寿命周期 要执行数十万次弹射 这意味着飞轮得频繁更换 根本满足不了实战需求 也难怪美国的F35C战机 不敢轻易在福特号上进行电磁弹射 万一摔一架 好几亿美元就没了 谁也承担不起这个损失啊 中国福建建用的是更先进的超级电容储能技术 这是马伟明院士团队力排众议 坚持研发的结果 当初团队放弃了技术成熟的中压交流路线 转供潜力更大的中压直流技术 花了十多年才功课难关 超级电容的优势太明显了 首先是充放电快 毫秒级响应 完全能跟上弹射的节奏 其次是安装灵活 不用平整场景 不规则空间也能用 而且寿命长 最高可达50万次循环 适应极寒极热环境 安全性和可靠性拉满 更关键的是 这套系统依托中国自主研发的中压直流舰船综合电力系统 能量利用率高 故障率只有福特号的七分之一 连美国军事专家都不得不承认 中国的电磁弹射技术已经领先福特号 从华越起飞到电磁弹射 中国航母只用了短短十几年 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从追赶到领跑 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的默默付出 现在在看福建舰的瞬间沙停 不仅是技术实力的展现 更是国家科技进步的缩影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 中国航母进入下饺子时代 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我们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 好看